我還穿生氣 最近三立有在檢討我的表現 然後我的位置本來就最靠近李正號 最近被慢慢擠快擠到邊邊了 只要是因為鏡頭帶不下 我要穿中間 拜託大家多多支持我 我在講話的時候拜託大家不要那個離開 換了我可能那個新台派會 從第一個變第三個 到最後會坐在那個李家 蕭敬眼旁邊 蕭敬眼跟李家凱的旁邊 你看像我全境新台灣 我每一次都坐在最邊邊 就是也是一樣就表現沒有很好 就從第一個一直舉止 為什麼我全境新台灣阿川坐在最旁邊 因為他要轉盾 他要感情他們好 不是 你們不應該問問我嗎 你們知道有時候禮拜五上那個全境 到1點55分 開始到5 4 3 2的時候 現場只有主持人跟兩個來賓 他就不介紹來賓 我就不介紹來賓會太難看了 大家都在趕快搞什麼阿 我預告一下 這種保齡球比賽沒有打到最後是不一定的 你們只剩最後一球 兩球而已 等一下馬玉文 會打三個叉 出現一隻攻擊 我們就逆轉 攻擊 火雞不是攻擊 是火雞 攻的火雞不行 不是你幹嘛借隔壁 會打火雞的那種的 褲腳很丟臉 先轉一下主持人好不好 這是我的節目好不好 那我想請說 你看我們麥克風這 團隊很不專業 你看四個人麥克風三隻 我們這邊四個人五六個節目阿 我先跟大家講一講 那我跟你們講就好了阿 明明零分欸 欸沒有嘛因為我剛剛 對啊 拳倒欸 好啦好啦讓他的節目 讓他讓他啦 不是我先講一下 因為今天一道走來呢 李正好就來了 然後呢這個 直到大王的 剛才練了三球 我剛才一度想說 我不要跟他一對 因為你看他今天穿搭 你是把保齡球館拿來當 走秀的場合是不是 不是不是 你看有娘炮欸 怎麼會穿這種褲子 怕抽筋 不是 你要去游泳還是要那個 打保齡球 年紀大很怕抽筋 你那個這個是什麼 什麼概念 彪哥借我的嘛 不是 沒有比彪哥大拇指出 你敢拿出來 彪哥借我的好不好 才三條細細的這樣組成的 彪哥這三條很粗啦好不好 剛剛李正好超訓的 他剛剛在幹嘛 他在那個暖身 我自己想說 打保齡球 需要暖身嗎 然後說要抽筋 不是 你看 有人搭保齡球 你都可以搭保齡球 等一下 這個節目是我的 職業病 我跟你講 今天我們是這個 保齡球賽嘛 那有四位要分成兩隊 那我早上已經預告 我們有一隊啊 叫做這個矮子隊 那有一隊叫做阿肥隊 等一下誰是矮子隊 剛剛為了誰是哪一隊 剛剛起的糾紛跟爭吵 因為喜高仔 一開始就喜高 因為王啟金的這個 得失心很重 我得失心非常重 沒有我告訴你 剛剛喔前面啊 這個喜高 這個也喜高 只有他一下子積分 我決定要跟他一隊 你確定我想跟你一隊嗎 沒有是不是 但是不管這個怎麼吵 反正大會已經決定了 大會決定 大會決定 住在桃園青埔 台北內湖的 這個在今天到新北來 這個算客隊 我們這一隊 按照我們兩個人的身高 看起來就是矮子隊 矮子隊 我們兩個是矮子隊 這一隊是矮子隊 好 那另外這一隊呢 這一隊就是阿肥 阿肥啦 直播可以講髒話嗎 好我們今天呢 我們要打幾局 你要打幾局 你要打幾局 10局250分是不是 我今天一定會打超過300分 幾局 沒有就整個節目下來 明明0分欸 欸沒有嘛 因為我剛剛 拳倒欸 好啦好啦 讓他的節目讓他讓他啦 完全已經 喜高 喜高 我要高手 可以高一點 好 欸 這麼小 你是不是會一直喜高 怎麼會 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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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手 不要跟我說你要手心來故 可以嗎 阿順順好累喔 唉喲 怕死사랑 各位觀眾 妳們今天知道誰是 誰啊 有有有有有有有 死定了 快死定了 王舉姬 王子晶 王子晶 我是那顆老鼠屎嗎 王子晶 王子晶 現在就是你喔 散洗溝 我就退散 才第四選 我就是隔壁四選 才第四選 我跟妳一起去 帶我走 我覺得我們要贏了 可以 看這個態勢 漂亮 漂亮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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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個 八個 怎麼那麼久 還要打 好棒 哇 什麼意思 沒關係 好啦 我們讓你正好一個 讀開一局就好了 沒有 洗夠囉 洗夠囉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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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插橋有用嗎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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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打三個叉 三個叉 我們就贏了 人生就是這樣子 我預告一下 我預告一下 這種把林球比賽沒有打到最後是不一定的 唉唷 你們只剩最後一球 兩球而已 等一下馬玉文 會打三個叉 現在出現一隻公雞 公雞 我們就逆轉 公雞 火雞不是公雞 哈哈哈哈 是火雞 公的火雞不行 蔡哥你猜哪一顆是白色的 蛤 這顆有一個是白色的 這顆是白色的 這顆是白的 你怎麼知道 我買水果這是白的 來來來來 唉唷 好來 這一顆是白的舉手 這顆是紅的舉手 這顆是紅的舉手 你哪你是怎樣 我白的 我是很忙 白的吧 他說白的就白的 我覺得是白的 兩個都白的吧 改洋種一定比較大顆 所以改洋種是白的 你小後的是這樣 會有陷阱題啊 做單位 沒有小的一定是比較不好吃的 這白的 先切看看 切看看 切看看 就切塊兩個都紅的 沒有這個是白的 這應該是白的 這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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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沒有刀子 好我來切 你不要掉包喔 所以要切這個 然後要拆 然後輸的要怎樣 欸輸的要怎樣 欸輸的要怎樣 輸的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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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真好為什麼你的衣服後面會沾到油漆啊 哈哈哈哈 很窮 很窮 那有破洞欸 假日打工 這幾乎都破的 怎麼那麼好 沒有真好油漆 沒有油漆 沒有油漆 哇賽 我切的 我切的 沒有很甜欸 沒有 沒有 沒什麼 白的 欸我有摻這個白的 欸有滷味 為什麼有滷味 欸有對 答案揭曉 來答案揭曉 欸你輸了欸 你還說你有做菜欸 你好小欸 我問我都不能入菜 媽的 大小不是紅的 小小不是白的 但是你去菜市場 搞不好也有可能是 小小不是紅的 大小不是白的 不要白片啊 那要怎麼菜 那要怎麼分辨 我老闆啊 我老闆 你們好弱 我以為你們真的知道 我本來都問老闆啊 白說他打個拼凍多少錢要獎金 王岐晶有買過嗎 我有買過啊 王岐晶都是用UBER買的 沒有我都是回家拿的 哈哈哈哈 王岐晶的小孩都被他餵那個 屁啦 我會做菜 我會做菜 我會做菜好不好 欸我會做菜 那一天有的跟我說我要去哪裡 我去對面全連買菜 他嚇歪了 這是這個什麼特色 沒有 沒有特色 真的真的 沒有 這賣滷味 怎麼賣滷味都是阿婆啊 沒有阿公 阿公不賣滷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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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有沒有聽過阿公滷味嗎 阿公 沒有阿全滷味 阿公覺得賣滷味太累了 不賣都賣阿婆去 欸對啊 像什麼店都是阿婆欸 為什麼這樣 欸你們這樣我性別歧視欸 趕快跟阿婆 趕快跟阿婆 趕快跟阿婆說對不起 我沒有 我是阿公不出來 幹我什麼事 我想要吃阿公 對 完全生氣 完了 最近三立有在檢討我的表現 真的喔 然後我的位置本來都最靠近你正好 最近被慢慢擠擠擠擠擠 快擠到邊邊了 對啊 只要是因為鏡頭帶不下 我要鑽中間 拜託大家多多支持我 哈哈哈哈 我在講話的時候 拜託大家不要那個離開 換了我可能那個薰台派會 從第一個變第三個 到最後會坐在那個 蕭敬眼旁邊 蕭敬眼跟李佳凱的旁邊 蕭敬眼跟李佳凱的旁邊 那你看像我全靜新台灣 我每一次都坐在最邊邊 就是也是一樣 就表現沒有很好 就從第一個一直舉止 兩邊講 為什麼全靜新台灣阿川坐在最旁邊 因為他要找退 他要趕緊他們 不是不是 不是 有在這裡你們不應該問問我嗎 不是 通常這種 都坐最旁邊的都是找退 哎呦 遲到 哎呦 遲到 阿川哥站穩15分鐘 只有一個小時才晚15分鐘 那個剛才下來算 只有遲到或找退才坐最旁邊 對 對 這種趴數的 都是知道的 店員師就會坐到你第二個 因為他很貪貌在 哈哈哈哈 那時候他要去上廁所之類的 然後就是要讓人空間給他走 好嘞嘞 你們知道有時候 禮拜五上那個前進 到1點55分 開始到5、4、3、2的時候 現場只有主持人 跟兩個來賓 對 上次我就沒有介紹來賓 那時候 我就不介紹來賓 我就不介紹來賓 因為太難看了 因為大家都在趕抓搞什麼阿 就回家都吃一半就睡覺阿 你正好 假日在家都在做菜阿 都在做菜 你都做什麼菜講一下 做什麼菜講一下 看要吃什麼阿 滷牛肉阿 對不對 還有呢 煙肚鮮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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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菜好不好 你不要以為把湯用的白飯 乳白色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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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青薑菜就OK阿 那不是 紅燒魚阿 紅燒魚阿 家裡飯阿 共鯉苦瓜雞阿 對不對 你不要把那個菜單拿出來 那個好像聽起來都是那種 熱炒店的 餐包有沒有 微波爐就可以用了 那你下次要去你這趟 你不要來我家 弄一個 狗穿去哪裡 我們來做菜 唉唷 而且你家什麼阿 不要我家太想 可以阿 對啊 我借個廚房跟他來做菜阿 你家是不是豪宅 不是 內湖豪宅 不是阿 我們去三地好了 三地那個 新南大主廚借一下 沒有啦 外面很多可以借啦 不是你會借廚房阿 我不會阿 我不要吃 人班人馬來做個菜 做菜比賽 這麼丟臉的事情 我跟 我跟 我跟王景廳廚藝大比拼嗎 算了 你會煮嗎 你會煮嗎 不會阿 你跟他說你會 我會煮阿 但是火商煮完之後 我女兒說你覺得這好吃嗎 他說好吃還是能吃 他說我覺得很好吃 上到 是不是 他沒有吃過別的東西 不然是要去找那個 那個 徐貴雅蠻會做菜 徐貴雅蠻會做菜 對 徐貴雅蠻可以做菜 我懷疑徐貴雅蠻會買版牌 就讓我們白牌 沒關係這就一次就揭發了 一次揭發 一次揭發 愛吹牛 一次就揭發了 不要太長照加班 下個月阿 看起來大家對做菜都很有興趣 八九月 八九月 一天應該撥撥出來 我們兩個可以比那個煮泡 煮泡麵 煮泡麵 煮泡麵我們可以 欸我們要一個阿 阿彬阿 阿彬阿會不會 哈 妳敢叫惠明捷煮菜 嘩 我是不敢阿 你是主力阿 我們不敢阿 你惠明我是不敢的 為甚麼不敢 因為惠明結阿 我不敢 我覺得她的很好耶 很好阿 Nah才想要過我們之間的感情 不是她怎麼弄 怎麼弄 rental我們在決定怎麼氣化 Second 14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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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uld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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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uma 今天晚上有洪怡哥的節目 跨時代人物 今天晚上是 8點 紅衣哥的節目 HIT STORY 第一集是滅火器 接下來會有很多重磅來賓 因為你要來介紹一下 紅衣哥的節目 在紅衣哥時段 沒有霸占之後 開玩笑 我都不敢幫你這樣開場 我再給你補救的機會 三立呢 因為規劃 從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節目 就是深度訪談 立正站好講 跨時代人物為什麼 因為像訪談這件事坦白講 我到現在都不敢做 王舉姬也沒辦法做 因為很容易辭窮 然後準備很多題目 而且你要對一個人有深入的了解 你要怎麼樣勾出他的感情跟靈魂 而且我很不小心會露出不敬跟不屑的表情 而且他會被人罵出髒話來 不屑像是怎樣 請問一下你對哪個來賓有露出不屑的表情做 我跟你講這壓力很大 我舉例啦 好不好 因為每次比如說總統大選 總統就會來三立各家店長問 你賴清德來誰敢訪 你敢聽隊員訪他嗎 誰敢問 對啊 穿哥感 穿哥感 我也很硬 其實洪怡哥這種 備份 而且他做訪談是可以上推三百年 下菇三百年 有三百年的意思 劉柏文 三立劉柏文 你說有那種同向 他有眾生 他在三立有一個image 所以 所以 劉柏時代人物就是 三立幫洪怡哥規劃一個很重磅 就是 劉柏就講劉柏的話 就講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人物 然後一週每週日晚上 那你們兩個被邀請了嗎 我不是時代人 那你被邀請了嗎 他也不是 沒有我那天在電梯上 電梯有遇到那個 洪怡哥 洪怡哥 然後他有邀請我 他有邀請你嗎 所以說而已吧 來講講 你好 沒有這種跟台北人說 聽我講 他有邀請我 跟我說今天晚上一定要看 哈哈哈哈